西游记神仙界里隐藏着三大绝顶高手 他们每一个都具有秒杀孙悟空的能力 且法力不在如来之下 但三界之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从事 第一个就是菩提祖师 作为孙悟空的授业师傅 菩提祖师精通三教珠子板架 道横高深 法力通天 孙悟空向他求一识 他让孙悟空从道家的360旁门法术中随便挑一样去 然而孙悟空不想修道 只想学长生不老之术 后来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 菩提祖师教会他十八弹武器和两项盖世神通 金斗云七十二变 我这里有隐身前行变化之术 分为两种 一种是三十六般变化 一种是七十二般变化 你方才腾飞之前 先翻一个金斗 就传给你个金斗云吧 从此孙悟空便具备了大闹天宫的本事 要说菩提祖师的神秘之处主要在于这两点 第一 他虽然教会了孙悟空广大的神通 但却不让孙悟空出师门后提起他 否则就将其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因为他已经预测到了这只猴子日后一定会忍出事 而自孙悟空离开方寸山后 菩提祖师再也没有出现 至此 他的下落成了西游记中一个最大的谜团 第二点是 菩提祖师的道场设在犀牛鹤州方寸山 也就是如来的地盘 但是如来却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就连三界之主御帝也无法跟踪到他的踪迹 可以说 他真正做到了神龙剑守护剑武力 而能达到这般境界 自然是西游记中极端厉害的存在 第二位是乌朝禅师 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 小时候看八六版西游记并没有这个人物 他是西游记小说中纪菩提祖师之后的又一位神秘大 登场于苏悟空降服猪八戒一回 话说猪八戒加入取经队伍后 师徒三人从高老庄出发 继续踏上了西行路 结果没走多久 就遇到了这位乌朝禅师 而之所以称呼他乌朝禅师 是因为他身为僧人 既不住妙广 也不拘动 只在一个鸟窝里容身 可谓是一个另类 但事情还远不止这么简单 唐僧一行人来到时 他竟然认出了唐僧的身份 并传授了他一卷心机 后来此经被三藏传颂之后事 成了修真之祖经 做佛之会门 另外乌朝禅师还具有预测未来的本事 对唐僧西行路上即将发生的事情 两人于胸 由此可见 此禅师佛法修为高深 绝不是一般的僧人 而据猪八戒交代 自己在弗陵山围妖时 也曾见过这位乌朝禅师 当时乌朝禅师还让他跟随自己修行 但猪八戒来的不愿意去 可是这里的问题也就来了 就是按照乌朝禅师的道法修为 他肯定知道猪八戒是取经小队的后选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为何还想收猪八戒为徒 这不就相当于拦路强人吗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根本就不怕如来 可以说无论是修行还是反义 他都不再如来之下 原文中描述 那禅师向唐僧念完祭子预言后 便驾着乌朝飞腾而去 孙悟空听懂了祭子中的一些含义 大怒之下举铁棒望上乱倒 只见莲花声乱动 降悟铺千层 行者纵有脚海翻江历 莫想挽着乌朝一缕腾 也就是说 孙悟空一棒下去 连人家的一根毛都没有碰到 甚至乌朝禅师这边都没有往下看孙悟空一眼 可见此禅师的神秘与强大 最后一位是皮兰婆菩萨 他是西游记中最神秘 且又透露着一丝诡异的菩萨 神秘在什么地方呢 他是二十八星宿之一 卯日星官的母亲 据此孙悟空猜测 其真身为母鸡 但也只是猜测 纵观西游记整个神仙界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身 孙悟空找到他 求他帮忙捉物工精石 他很诧异 表示自己已经三百年没有出过门了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于是就质问孙悟空 孙悟空不敢正面回答 胡乱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因为正是离山老母的旨意 临走时 离山老母特意嘱咐道 那婆婆有点不同寻常 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诡 更不能说是我的知识 这里就可以看出 皮兰婆菩萨的身份背景有多么恐怖 竟然能让上古大神离山老母都忌惮三百 至于皮兰婆菩萨身上诡异的地方 则是他的前身 佛门中有一种说法 说皮兰婆在成佛之前是一名罗刹女 靠吃人为生 这就有些恐怖了 在西游神仙界中 前世是如此身份 最终还能成佛的只此一个 但如果仅仅是神力的话 还不足以被列入其中 最关键的还是他的实力 当孙悟空被蜈公金打败后 他只用一根绣花针就轻松降服了蜈公金 可见让他秒杀孙悟空也不在话下 以上就是西游记中的三个影视大神 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有头没有尾 登场过后作者就不再提及 而有关他们的身份信息更是极少介绍 但他们的法力和身份 却在西游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最终成为了神佛界中不可忽视的存在